給他轉頭 給他轉頭 他好像發現我了 有嗎 OK 他沒有發現我 趕緊的 趕緊的 哇靠 他該不會是想咬人吧 蛤 各位 應該不會是想咬人吧 這位置在 啊 嗚呼 嗚呼 呦呼 歡迎各位回來 小的地冒險季 各位 有沒有感覺我們好像已經很久 都沒有弄過新裝置出來啦 家裡面圍著這個風景喔 好像已經維持了很多集了 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各位 所以這一集一開始呢 不如我們先來弄一個新裝置 OK 現在呢我們呢 已經有了工業研磨機 跟工業熔爐了 所以呢 工業大鍋也把它弄出來吧 OK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抓一些特殊的恐龍啊 都需要用到上等飼料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業大鍋 對我們之後製造飼料啊 製造食物啊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幫助的啊 Oh shit 忘記看一下他要有什麼材料了 水泥 450 油 300 聚合物 300 金屬錠 1800 OK 來來來來我們先看一下家裡面有什麼材料剩啊 水泥的話足夠啦 聚合物也足夠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插的材料就有金屬錠 跟油 那我們先去挖一點回來吧 這一次我們只能做風神一龍出門啊 因為那承載能力比較高啊 順便要抓一下龜頭霸王過去採礦 哈嘍 龜頭霸王好久不見了 喂 不 欸 Shit 搞什麼嗨啊你 不 啊 啊 OK 出發出發 哇他媽的還拉死了 呵呵 上一次在雨林地道遊街的那幾天啊 我發現了這座山還蠻多礦石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過來這邊採 可是 怎麼感覺山上有點危險了嗎各位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霸王龍 又有1的龍啊 WTF OK我先測試一下啊 我們如果直接用礦槍來採 不懂會不會比龜頭霸王採的還多呢 試一下 395 龜頭霸王採一採看 345 欸其實也沒有差多少欸各位 我就說嘛 礦槍也蠻牛逼的嘛 喔 是不是 嗚 這幾塊大塊 這幾塊大塊 好累 這樣子應該夠啦 好累 看一下能不能抓幾龜的霸王 喔 可以耶 可是 呵呵呵呵 他媽的哎呀 還是不要那麼貪心了 帶少一點回家好了 哎呀 哎 本來想貪心一點的 結果還是不能帶那麼多組回家 沒事吧 我們現在先回家 把那個鐵光給燒一燒啊 OK 沒有想到我們這樣子出去轉一圈啊 就已經到晚上了各位 讓龜頭霸王靠近一點啊 OK 其實我有想過啊 風舟以後會不會出更加方便的功能啊 比如說我們的龜頭霸王如果能靠近這個熔爐的時候 這個鐵框啊就可以直接從龍爐那邊按進去 這就不用那麼麻煩了對不對 OK 打開龍爐 我們燒一燒 我們這個時間呢 也不要浪費啊 趕緊的出發去火山地帶那邊啊 挖一點油回來 這樣子明天早上啊就可以立馬弄一個工業大爐啦 啊不是工業大爐 工業大鍋 哇靠 你們看一下下面這三隻伊特龍 我都在晚上的時候感覺好像有點火焰的效果了啊 有沒有看到他身上 oh my god 超帥的啊 找個位置停一下 哼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的礦槍又能發揮作用了啊 啊操 這個不是油礦來的 有沒有看到 超爽的咧 OK 我們收集到大概有22組油 應該就夠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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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怎麼又走進我家了你 你怎麼害啊你 你們知道我真的是 非常的討厭雷龍走進我家啊 他每次走進來我整個畫面都抖到好像地震一樣了 他媽的 然後那個音效又洗白草 我的天啊 我們把油線放進來啊 然後過來把金屬錠也搬進來 有時候呢 我們還是要用一下這種傳統的方法啊 把這個金屬錠搬過來 不然又要加一條恐龍過來 你們知道有多麻煩嗎 其實這樣子也挺麻煩的 我們的工業大鍋 來了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工業大鍋啊各位 蠻大的嘛這個 對比這個龍爐 我還以為這個工業大鍋起碼有半個龍爐這麼大啊 哎算了我們又不是整隻恐龍丟進去煮對不對 不過我不懂大家知不知道啊 工業大鍋不能隨便擺在地上的哦 我們必須要找一個有水源的地方 這樣子啦在下面搭一點水管 才能把它放在上面啊 我也不懂為什麼這麼麻煩啊 反正照著做就對了是不是 這樣子的話最好的地點 肯定是我們溫室房旁邊的對吧 我的溫室什麼時候被拆了啊各位 搞什麼飛機啊 來了 扑蓋再來拆我的溫室啊 看來我之後要在這裡騎一下圍牆啦各位 在這邊先試一下擺放吧 我之前也沒有用過這個工業大鍋啊 接一條十字水管 哦 真的可以放上去耶 哦 要這樣用的哦 神奇哦各位 然後幫這條水管接水一下 哎 這樣子就搞定了 哎 不過怎麼說呢 怎麼感覺放在這裡有點空虛耶 哈哈 我是不是應該弄個房間給他啊 你們覺得呢 哎 算了算了 這些都是題外話啊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他開火是什麼樣子的 汽油放進來 打開一下 嗚呼 他的五軟是藍紫色的哦 如果以後冬天有需要的時候 我感覺可以進去裡面泡一下溫泉啊各位 105度的溫泉啊 OKOK先把它關了 我們現在下一個目標 就要準備弄一下上等飼料了 因為有了上等飼料 就可以出發去抓我們今天 想抓的孔二兄弟們 每一分的上等飼料 我們都需要用到 恐龍蛋 檸檬 稀有蘑菇 優質的手肉乾 樹脂 還有纖維 目前的話我只缺恐龍蛋跟樹脂啊 所以我們現在 一邊去收集樹脂 一邊看一下有什麼恐龍蛋可以撿到 OK 出發之前我們順便要來這裡弄兩個樹脂龍頭 OK 出發 現在家附近游蕩游蕩啊 看一下哪個守宅生蛋啊 啊啊啊 有沒有看到 而且有隻霸王龍在幫我們攻擊的這隻雷龍 哇太好了太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雷龍的蛋啊 而且這個是霸王龍生的 我不懂啊 可能那隻雷龍想去偷霸王龍的蛋啊對不對 然後被追著咬屁股了 嘿嘿 快爆快爆 嗚呼 哇原來偷蛋這麼爽的各位 喔這裡也有一顆這裡也有一顆 同時那隻暴王龍也是在打的雷龍喔 啊不是吧 我今天是什麼狗屎暈啊今天 唉唷都不用出門了都已經收集到兩顆蛋了可以 嗯 可是這裡有點危險啊各位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可以不要 不要 回來 回來啊傻逼 啊啊啊啊 回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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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偷到兩顆雷龍的蛋了 隨便再去附近找到一顆就可以了 OK這裡又有一顆了 乾淨 這次他們沒有理我 為啥呢 我偷了你們蛋了你們不要了嗎 哎哇靠 應該不是他們兩個的親生兒子啊這樣子的吧 哦哦哦哦哦 暫時我們接下來要抓的孔二 我覺得三個上等勢鴨應該可以為他蠻多的訓養度了 到時候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手肉來餵他也是可以的哦 哎呦 紅木樹林這邊刷新碗龍囉 各位 說真的 我蠻喜歡碗龍的 我覺得他的攻擊力很變態啊 他整隻龍都很變態啊 其實 我又大隻又人打喔 他捏捏了吧 之後吧 之後我們找一集去馴服他一下吧 OK 我們找一個安全一點的大樹啊 呃 還是不要了 那邊有一隻帶屍 就這裡吧 啊 雖然下面有隻霸王龍啊 但是他不會攻擊這棵樹瓜啊 還有一樣東西啊 各位 我才發現我剛剛一直呢 都讀錯了 樹子 這兩個字 我一直把它讀成樹枝 原諒一下我的港譜啊 有時候就會這樣子發作一下 對不對 他媽的 不說以為我要去砍樹了 再讀一次啊 樹子龍頭 沒錯了吧 這次 我的中文真好 這邊好像蒐集到了 原來樹枝長得這麼漂亮了嘛 我第一隻看喔 好像沒牽過四面一樣喔 先把它給拿走啊 這裡也有了 OK 兩團 三團 四團 可以可以 回家了 目前我們也只需要用到三團樹枝而已啊 以後再來這邊拿吧 倒戰 之前我在這裡種了蠻多的檸檬了 64顆檸檬有沒有看到 嘿嘿嘿嘿嘿嘿嘿 然後在稀有蘑菇 那就是去我們好朋友家裡面拿的啊 啊 非常好用 真的是 非常好用 各位 哎呀 真的是謝謝我們的好朋友了吧 材料全部放進去 OK 沒有漏掉東西了吧 現在等他一下 各位 經過我一個晚上的沉思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這個工業大鍋 他媽的這麼久 都沒有弄出來上等飾料呢 然後喔 我再看多一次配料表 我才發現 我完全的錯了 各位 我們弄上等飾料 是需要用到 優質的熟肉乾 而不是熟肉啊 還有一樣東西啊 雷龍檔 不是用來弄上等飾料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是用來弄 卓越的飾料的 WOODYOU 但是各位不用害怕啊 這些東西呢 我早就有兩手的準備了 OK 因為有時候錄製之前呢 我都會四周圍去遊蕩遊蕩 就是那麼正好 嘿 我的馬拉加阿姆身上 應該有三個檔 好像是阿根廷菊英的檔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不是 沒錯 就是他 Nice 前面這裡還有一個雷龍的蛋耶 可是 感覺有點危險啊 這裡三隻雷龍 如果我拿了以後 他會不會直接來拆我的家 還是不要了 還是不要了 算了 事後有機會再拿吧 我們現在趕緊拿點 優質的熟肉乾就好了 這個是普通的熟肉乾 不要不要 OK 優質的熟肉乾 拿一下 我靠 我早就不應該有弄什麼上等飼料的鏈頭 他咧咧的 不是在搞自己嗎 我 啊 所以說你們在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給我點個贊先呢 好啦 我們把材料給放進去 他終於要來了 我們的上等飼料 等他一下 哇靠 一秒鐘的事情 我他媽昨晚等他一晚 三個上等飼料 到手 哦 哎 接下來 就是我們今天 最刺激的環節 兄弟們 我們今天要一起出發去馴服 我們上次說到那隻 非常恐怖的東西 孔二 出發之前我要跟你們說一下 孔二的馴服方法 也是有點特別的啊 我們等一下要等那隻手 嗨孔二啊 在曬太陽的時候 張開他的死人嘴巴 然後 把這個上等飼料 塞進去 OK 這樣子才能增加那個馴服度啊 等一下那個搖球給他 最好吃完這三分飼料就暈倒啊 不然的話他就知道 啊 各位今天帶你們來看一下這裡啊 這裡我之前完全沒有帶過大家來看的 然後我上次走的時候 發現這裡有超級多的鱷魚 有沒有看到 下面已經有好幾隻了 可是這些應該是 第二來的啊 比較小隻一點啊 我們再走走看 最好我們要找一些 比較空曠的地方啊 這樣子才可以逃跑啊 對不對 哦 哎呀 十二級的孔二 不行啦 這隻太垃圾了 起碼要八十級了吧 對吧 這隻呢 七十三級 哦 這隻還不錯啊 不過他們成群結隊了 有點難啊 哇靠 這裡 是什麼回事啊 這邊為什麼會有巨蟹怪呢 啊 巨蟹怪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是在創世紀2裡面的海底世界啊 我沒有想到這邊可以見到他耶 可是他好像被秒了是不是 現在已經看不到他了 哇靠 前面這邊太多鱷魚了 沒辦法下去啊 這怎麼下去 多少級啊 四十五級的孔二 這裡一百一十級的第二 七十三級的孔二 我發現他們是會跟第二打架的 我原來 哎 哎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哎 巨蟹怪有沒有看到 你們是第一次見嗎 超級大隻的螃蟹喔 哇靠 還有高級龍喔 OMG又碗龍又在這裡喔 我終於找到了斯洛島最危險的地帶了 各位 原來是在城堡旁邊啊 OK 這就是第二還是孔二 我這是孔二來的吧 這隻 一百一十級 哇操 哎 可是到邊有一隻喔 這是多少 八十七級 我感覺啊 如果這隻八十七級可以直接張口 我們就去訓服他 因為這隻一百多級的一直在水底下 我們也沒辦法去餵他啊 哎呀 先找一個好位置吧 OK 我們先把Pokey放在這裡啊 比較安全一點 看一下下面有沒有什麼危險先 好像沒有什麼危險啊 現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馴服這隻落單的了 可是走到他三米附近啊 一定一定要蹲下來走 不然的話會給他發現 給他轉頭 給他轉頭 他好像發現我了 有嗎 OK 他沒有發現我 趕緊的 趕緊的 哇靠 他該不會是想咬人吧 啊 各位 應該不會是想咬人吧 啊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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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了 嗚 媽的 嚇死人了 媽的我剛過去的時候 我的PM緊繃了一下 哈哈哈哈 恩貴緊張啊 你們知道嗎 哎呀 幾百級啊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我要再關嘴巴了啊 我要再關嘴巴 啊 嘿嘿嘿 準備準備 他準備又開了 準備又開了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 快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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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趕緊 差一點而已 啊 回給他 回給他 我 臭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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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滾開 高級龍 滾開 我剛剛在訓服到他 你不要你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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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趕緊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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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看起來夠打 看起來夠打 嗚呼呼呼 哇 各位 Oh my god 也在上等飼料 這麼爽喔 嗚呼呼 我還以為要三個上等飼料 才能訓服到他欸 我們一個上等飼料 就能把他給訓服下來啊 欸 果然難弄有難弄的道理啊 一分錢一分貨啊 真的是 嘿嘿嘿 你們看一下他的大小 有沒有看到 我感覺我站在他旁邊 應該只是一隻螞蟻而已喔 What the fuck 怎麼鬼大隻的嘛你 OK OK 先不要管 收進我們寶可夢球裡面啊 Nice 如果這隻110級的人上岸一下啊 或許我們也能把他給訓服下來欸 我在想 我有沒辦法把他給引上岸呢 我中了他兩槍啊 不想他有沒有反應啊 嘿阿樂 欸你有空嗎 過來一下喂 哇靠 原來是個老六啊各位 他在那邊怎麼嗨啊 哈哈哈哈 我看到他這樣子還是覺得不要過去好了 我覺得隨時就有一個人被吃掉啊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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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隻就滿足了 趕緊回家試一下孔兒到底有多牛逼吧我們 OK我們拿一丟丟的金屬錠 還有纖維 先把岸給做出來吧 我覺得我們的上等飼料啊 應該可以放在冰箱裡面保存的是吧 五塊時間這裡大概是真實的三天時間啊 我們把它放進來 就給放298天啊各位 然後雷龍蛋也放進來 以後如果有需要用到就來這邊拿啊 好的 趕緊趕緊趕緊 下去試一下孔兒的威力啊 出來吧你啊 OK我們先給他升級一下 全部加近戰傷害吧 然後把鞍帶上去 喔 原來我們騎上去的時候喔 真的是用騎的方式的喔 哈哈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是直接趴在他身上啊 可能因為太大隻了不能捉啊各位 哇蠻霸氣的吧各位 來來先吃一隻小伯伯看一下 能攻擊他多少呢 喂喂喂 打不到的 喂喂 怎麼害啊你 連這小伯伯你都咬不到吧 OK咬到了 來我們試一下他的蠢力咬各位 有沒有看到下面的數值條 欸一百啦 咬下去 哇 操 直接扣了一千多血喔 呼呼呼 尿病啊 喔 然後還有個甩尾的攻擊的喔 喔唷 這麼好玩的嗎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 喔這水下的話也游的蠻快的喔 哇是不是 爽欸 我這次恐惱我很滿意欸各位 來來來再試一下再試一下 喂喂喂喂 我要跑欸 哎呀 哎傻逼 欸各位前面這裡有隻霸王龍 我們跟他挑戰一下啊 霸王龍哈嘍 喔一甩尾巴他會退後有沒有看到 直接可以把霸王龍擊退喔 這蠻牛逼的吧 畢竟我們恐惱的身型還是蠻大隻的啊各位 我純粒咬他屁股 我純粒咬他屁股 欸 只要我們存到百分之一百 一咬下去啊 他有一個受傷的buff 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個流血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 哇靠 要死你 在水下的挖霸王龍肯定不夠我們打啊 哇 欸好玩欸好玩欸 這隻蠻靈活的 是個靈活的胖子啊 哈囉 你好嗎 翼龍 直接一下咬死了哇太爽了太爽了 我試一下能不能把雷龍給甩飛吧 趁到現在在打架的時候啊 來雷龍 可以嗎 再來一下 欸好像不可以好像不可以 走了 對不起對不起 大哥 大哥我錯了 我錯了 啊對不起我哥哥 哥我錯了 啊卡住了 卡住了各位 啊 啊可怕 啊可怕 可怕 嚇害 我趕緊笑了 感覺我自己有點印象天開了 哈哈 還想去甩開雷龍啊 笑死了 喂 你放到卡住了 喂 趕緊了 趕緊走 啊 趕緊 喂 把他打住了 欸雷龍你能下來嗎 垃圾 欸垃圾狗 欸說的就是你們 垃圾狗 叫他做什麼名字好了 各位 這我罵鬼大隻的哇 那我想到了 給他一個帥氣一點的名字吧 胖北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點都不帥 感覺 哈哈 欸沒事了 胖北七 胖北七 叫著叫著就順口了 是不是 OK 各位兄弟姐妹們 接下來 又來到了我們 每一集的 戰鬥時刻 好 ��囡 臉 說 一對 綁 馬大 貝 還是 桑 立 普 瓦 一 非 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留言告訴我吧 ok 各位 那我們這集的小滴滴冒險機就到這裡了 非常非常謝謝各位的支持 臨走之前別忘記在下面幫我點個讚 留個言再走 ok 這樣子可以保平安的 對 沒錯 絕對可以保平安 我已經好像說過很多次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真的這樣做 好啦 下一集想看我抓什麼恐龍 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一集的小滴滴冒險機再見啦 掰掰 欸 錯了 我好像不應該說掰掰 See ya 了解 2 點鍋 2 點鍋 3 我們掃描 2 點鍋 3 點鍋 2 點鍋 2 點鍋 2 點鍋 3 點鍋 3 點鍋